我们看一下他的情感经历 我有两段感情经历 第一段感情婚姻 失败于我结婚后的第七年 他是我的同学 我们当时在上学时候相识 后期毕业以后 我们结婚七年以后 由于性格方面不合 分开了 第二段是在我分开以后的 十年左右吧 又认识第二个丈夫 他是工人 也是经过别人介绍的 认识了 我们认识两年之后 结婚等着记 本以为我迎来了 新的生活方面的转折点 但没想到天意弄人 最终我俩的婚姻 只能维持两年 宣告结束 他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能喝酒 这也是造成我们婚姻不幸的主要因素 我害怕了 我想在爱的选择里 找一个不合大酒的男士 作为伴侣 性格好一些 我这一辈子 我这一辈子到这个年龄 没体验到真正的爱 我希望找到真正爱我的那个 另一半 牵手 共度余生 男嘉宾 你是那个他吗 那两段感情都遇到了对方是酗酒家暴 对 全是这种情况 你有没有总结一下 是咱们怎么着 咱们看人看不准吗 还是说处着处着 是怎么你给他灌成这样呢 吵着我挺大的 但是我实际上我挺柔弱的 就是有些啥事都就是往心里放 就不想说出来那种感觉 老允许对方 老允许的话 那就完了呗 我一次我就离开他 我不能原谅 对 我不害怕 一次打一次就完事 不能原谅 不能原谅 他原来跟我出的战时候吧 不那么喝酒 后期吧 他就他的工作 出门三天以后 后期结婚等级以后就不是这样了 两瓶变几瓶了 一箱嘛 就你俩在那儿做吃饭 他能自己能喝一箱吗 他自己喝一箱 才香喝 一顿喝一箱 一顿 没完没了 这顿喝完了吧 外边如果人家来电话了 说又有喝酒的了 喝酒 马上就走 又去喝去了 你还喝大酒的呀 你还喝大酒的呀 酒后 他指定能喝一瓶 他就要顺手 他喝完酒了 他五米三刀 他不到他指本能做出大事 对对 上门门没想到 没想到 其实我觉得刚才姐姐说到这儿 眼泪真的 对啊 也许 相同的事情 就我们所说的 被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咱们男嘉宾也是一样 咱们姐姐也是一样 真的是特别不幸的一个人 但是呢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会犯同样的两次错误 有很多人都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某种特质的情况下 就是说你是什么人 有可能你的某些弱点 对方可以趁虚而入的话 他就会钻到你的这个空子里面 可能两种情况都有 另外一个很多时候就是挽救对方的心 拯救对方的心 往往对于女性来说是特别多见的 对 但是没有效果 对 没有效果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的挽救是变相的对他的纵容 所以对对方感情当中一定要有要求 拯救不了他 管理他有可能 你现在会不会要求列出来 你必须不能怎么样 会 刚开始的时候不也说了 不要喝酒的 不要喝酒的 对 这个伤害太大了 在男嘉宾你喝不 会喝酒 但是我喝酒比较轻 比较轻 有场的时候能多喝一点 那你的那你怎么看 其实我们没有 看看你眼前的这一位男士 非常自律的一个男士 咱也希望你俩能够有机会走到一起去 弥补一下心里边之前的那点小伤害 好吗 还有什么要问对方的吗 我没有了 我也没有了 没有了 来二位请请 平板的都靠谷 都在行乡浮起下 不要试图改变任何人 找就找一个 现在看着就舒服 想想未来过日子 也能贼期待的那样一个人 就他 好吧 就他 你还得等会儿 还有别的女嘉宾呢 我们先回去休息一会儿 好吧 来这边请 这有人一看这有人 一求情 好 放心的心